在英文中 第一 他們有高薪資料 第二 他們有很多朋友 全程以流利的英文進行簡報 光武國中的學生們 今年1月前往法國 進行為期14天的歐洲國際交流 回國之後 把所有的交流成果都做成報告 希望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所見所聞 光武的國際教育一直做得非常徹底 包括新前的培訓課程 包括在實際出訪到當地 包括這個國家的文化、歷史、政治、經濟 包括一些相關的國際議題 都一直有在這之前 對孩子做一些的培訓跟訓練 待會其實重點還在於這些孩子的發表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上個禮拜我在看他們彩排 其實坐在下面真的很感動 因為這14天的里程 對他們而言應該是說過非常非常的多 把他們心裡面的一些感受跟感想 以及一點成長 也跟大家做分享 光武國中這次前往的地方 是法國巴黎東郊的大諾瓦西市 學生除了參觀當地的景點以外 也跟大諾瓦西中學的學生密切交流 雙方一起住在當地的宿舍 24小時一起生活與上課 獨特的經驗 讓新竹市教育處長陳穆金也稱讚 這是一次非常好的學習經驗 我剛才聽到我們12組的一個報告 還有最後我們的這個報告 非常地感動 我們光武國中走出去 然後世界走進光武國中 光武走進世界 我們看到同學們的報告 不僅從語言的一個學習 歷史的學習文化的學習 還有如何與人溝通 與人分享 與人合作 與人競爭 這一次的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看到了剛才同學的一個報告 是一個非常好機會 光武國中認為孩子的舞台在世界 讓學生從小就擁有國際觀 關注國際議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學生到當地以後 就碰到法國社會 對於移民政策的罷工 其實只有一趟才會給學生 更深刻的國際教育 記者林彥斌採訪報導